可能触犯刑法善惑他人犯罪的法条 业者的异想天开恐怕还是很难挑战法律 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极易发生草原火灾 仅96年的蒙古入境大火就烧掉草原95.4万公顷 并引发森林火灾 造成森林过火面积7.5万公顷 资源损失近40亿元 因此预防境外火的主要方法是开打边境防火隔离带 草原火灾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在我国历年的草原火灾中 有90%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集结原因车辆排气坊着火 再一个是野外作业人员吸烟 有的时候猛爆岩筒炮火 还有秋季年有个别时候 还有打烈了等等原因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 有4亿公顷的草原面积 但同时也是世界上草原火灾 比较严重的国家 据了解 每年因各种原因引发的草原火灾 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0亿元 而在内蒙古自治区 有70%的森林火灾 是由草原火引起的 通过这几年的建设与发展 整个草地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 经济活动也得增加 就是牧区的和外来人口的 生产生活的用火 火源管理困难加大 农业部有关人员指出 针对今年牧草长势好 火显等级高 着火可能性更大的情况 今年的防火工作更要树立 长期作战的思想 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松劲情绪 各有关省自治区 要重点落实责任制制度 逐级划定草原防火责任区 确立草原防火责任单位和个人 同时做好火情监测和通报工作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这是中央台和内蒙古台报道的 今年我国东海黄海实施的福祭休于 今天圆满结束 我国是从95年起 在东方海实施的渔业资源 但这位官员同时指出 要是渔业资源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展 还必须减少渔船数量 控制捕捞强度 坚决打击电鱼 炸鱼 毒鱼等违法行为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国的福祭休于制度 我国是渔业大国 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 前些年由于捕捞过度 致使我国东海黄海海域 主要渔业的渔业资源迅速衰减 为更好的保护渔业资源 从95年开始 我国政府在东海黄海海域 实行了福祭休于的制度 即在每年的6到9月 禁止黄海和东海部分海域的 拖网和翻张网渔船作业 今年是这一休于制度实行的第4年 由于近海捕捞占我国 渔业总产量的80% 所以福祭休于 使我国渔业资源量明显提高 据统计95年第一年全面修鱼后 东海区鱼产量达到74.7万吨 比产量最高的94年的65.4万吨 增加了14.2% 东迅脱网和翻张网捕获的 小黄鱼和鲲鱼等 主要经济鱼类产量 比上年增产近9万吨 去年修鱼开捕获的鱼货物中 淡鱼的比重占2分 比往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这一地方性法规的主要内容是 省人民政府应根据 长江水情汛情 确定禁止采杀期 划定禁止采杀区 对于在禁止采杀区 对于公安部边方局介绍 目前走私分子 贩运枪支毒品所采取的方式 更加诡秘 或采取毒品和货物混装 或以编冒货运作掩护 公开报官从口岸入境 给打击走私枪支毒品增加了难度 今年8月4号 云南临仓边防支队 南散边防工作站 在对一辆从境外驶入的客户车 进行检查时 执行官兵在汽车座位 靠背夹层和车厢底部等处 查获海洛因56公斤 抓获境外走私毒品嫌疑人2名 3月26号 该支队宣来二线边防公安检查站的 执行官兵 在一辆驶往内地的 家常东风汽车中 从车厢底板上伪装的夹层里 查获海洛因370块 重达133.8公斤 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7月7号 海南海警一支队经过昼夜涉服 成功地破获了一起走私枪支案 缴获军用枪支18支 据统计 截至8月底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 共破获走私毒品案件594起 抓获走私毒品嫌疑人708名 缴获海洛因1505公斤 鸦片252公斤 冰毒48公斤 大麻4400公斤 抑制毒化学品48吨 破获走私枪支案件71起 抓获走私枪支犯罪嫌疑人110名 缴获军用枪支71支 子弹5905发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